請你跟我這樣過 孩子不自動自發 爸媽都變成更替寵人 其實都是因為家長說錯話 幹嘛咩 請你跟我這樣過 請你跟我這樣過 要小孩洗個皂比登天還難 最近這一陣子更慘 跟著他媽媽 跟著媽媽一直看韓劇 又是韓劇 我說那你該去洗澡啦 對啊 奇怪 你會拖女兒進去洗 但是你不會叫媽媽說 你可不可以先不要看 不是 這是我們家的一個 相處的模式 因為你怕老婆 媽媽拎得進來我說 媽媽 你覺得小朋友有什麼問題 對不對 被動 那小二小男生在旁邊尖叫 哪有 等等是大死都不成的 我們的做法應該是 我們先提醒他 先打個問號 你接下來要 而不給那個 你要做什麼這一句話的肯定句嗎 孩子被動講不聽 因為家長通通說錯話 聰明教孩子話要怎麼說 超實用絕招千萬別錯過 有沒有一個年齡上的一個區隔點 就是說大概什麼歲數 他有些什麼樣的能力 可以承擔些什麼事情 我們就趕快自己去做了 來 黃醫師 來 首先我們要孩子自動自發 應該還是要看他 到底發展到什麼程度 這邊有一個表 讓大家可以稍微參考一下 譬如說一個三歲的孩子 你叫他自動自發 吃飯前去洗手 也許做得到 但如果是兩歲 那可能就有點要求 太過分了 那四歲的時候 他可以開始做一些 自我照顧的東西 譬如說今天出門東西 你就自己顧好 不要幫媽媽媽幫你提 這是做得到的 真的做得到嗎 爸媽做不到 我覺得很難 對啊 爸媽做不到 對 爸媽做不到 對 五歲的時候 可以做到的事情 他已經開始可以 玩玩玩具之後 收拾或吃完飯的時候 幫忙把自己的餐盤 餐碗 拿到這個洗手台 六歲的時候呢 應該已經要上學了 其實小學一年級 就應該會自己整理書包了 可是剛剛都說的是 學齡前對不對 如果年紀再稍微大一點點 六歲以上 這個六歲以上啊 我們現在就把它分成 食衣住行育樂 這個東西來看 這麼細啊 都已經是學齡的孩子的時候 剛才在講吃飯 自己吃完一頓飯 並幫忙收拾 這是一定要的 應該的 一定要的 那就是看爸媽媽 要不要要求 那衣服的部分的話 灌洗了之後很快 灌洗的時間到了 自己要洗澡或者做 因為可能會影響到 等一下功課 沒有辦法做完 或者說什麼 趕快放下手邊的事情 趕快 有啊 大人都辦不到吧 所以那個韓劇 怎麼可能是要放下 就是洗澡啊 放下韓劇 對不對 好 那再來 住的方面的話 居家附近的熟悉的人 打個招呼 這是不是又是有禮貌 這最重要的 這應該要 所以我們今年開始 叫做 好不好 不要每個孩子都是60分 一直往下扣 往下扣 那孩子會說不了 我們就有的 我們就加一分 OK OK 再來行的部分的話 自己可以乖乖的 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上了車椅 然後再來 教育的部分的話 要記住人家交代的事情 而且要足相完成 然後再來玩樂的部分 自己要收拾自己的玩具 而且不要被提醒喔 這學歷以上的 應該要達到這樣子 如果這六個 通通都辦到的話 我們都覺得 真的 這孩子怎麼會天生生下 這麼棒啊 超好香喔 這不容易 這裡面我們小時候 都可以做得到 我小的時候 你少來 只有一項我做得到 我主動打招呼 我是能做得到的 所以這個其實 一般來講 父母親對於這樣子的要求 在我來講 我都覺得是基本的 我認為是基本的 可是在他們來講 其實是一件非常難做的一件事情 你不要說吃完飯 你要叫他們自己 把東西收拾起來 我覺得這是需要 有一點智慧的 因為你如果父母去在旁邊 你去把東西收一收 他想 為什麼爸爸媽媽 可以在旁邊坐著 對 那為什麼我們要把這東西 收起來 後來因為他還有個哥哥 所以我們兩個人 就會覺得說 因為家裡是大家的 媽媽負責 煮飯 煮飯 那我就負責 跟家裡出外的 好心虛喔 我覺得你心虛了 那我就負責外面的事 那偶爾我雖然會 需要一些水龍頭 那是沒有辦法 我沒有想到的這樣 我怎麼吵架 有時候燈燈泡壞掉 我們要去修啊 他不會把這個拉架 他沒有功能啊 我們也不至於到那種 就是我們要分工合作 所以就是妹妹 妹就是吃完飯就是收 那哥哥呢就去洗 負責洗 對 這不就很好嗎 所以有這樣的習慣 因為每個人都有工作 他有 他我也有工作 他就覺得分工合作的下來之後 不錯 感覺上還不錯 那很好 對 但是我覺得比較難的是說 在這裡面我覺得比較難的是洗澡這些事情 洗澡 就是說你一到了洗澡的時間 真的 我有同感 你一到了洗澡的時間 他們都說等一下等一下 都拖得很長 你知道嗎 對 尤其是最近這一陣子更慘 跟著他爸媽媽 跟著媽媽一起看韓劇 又是韓劇 那我說你們這看韓劇 看得這麼認真 學校會考嗎 可是他們學校有共同的話題啊 對啊 我說那你該去洗澡啦 對啊 那我就真的不管了 我就把水漏了之後 把他整個拖進去 這樣就好啦 這樣會有陰影 不會有陰影 不會有陰影 因為他只要 以後他只要看到我 所以要拖他進去 他就自己去洗澡了 真的嗎 真的 奇怪 你會拖女兒進去洗 但是你不會叫媽媽說 你可不可以先不要看 不行 等他洗完再一起看 不行耶 不行 這是我們家的一個相處的模式 因為你怕老婆 怕老婆 為什麼你這麼有默契啊 你願教訓 小的也不敢動老婆 對 就是這個意思啊 沒錯 因為就有一段時間 是他需要看電視 蛤 我不知道 那很難講啦 韓劇實在太厲害了 好啦 來 任憲 那你的小孩大概幾歲的時候 可以比較成熟一點做到這一些 一直都可以做到耶 沒錯 小時候就開始訓練這一些嗎 他是虎媽 我不是虎媽 是 你是 我不是 虎媽 我小孩都可以做到 不過 都不可以做到 我都做不到 你都做不到 所以你希望你小孩做到 你補你的做不到 這幾項我都做不到 那你孩子不會反過來嗆你嗎 說他你自己都 對不對 都不洗澡 不會不會 還叫我們洗澡 因為我是養成 他從小就養成 他固定的規律的習慣 就是極點要做什麼事情 要做什麼事情 要做什麼事情 就把它固定下來了 成為一個固定的模式 那我不要呢 媽我不要 那好 那我也不管他 你不管他 對 我就等過一陣子 過一陣子 然後我就說 我們去洗澡吧 我們就去洗澡 所以主控權我是把它 交在他自己的手上 他習慣了 他就是自己就會去做這件事情 其實不是每個小孩子都想 控制力這麼好啊 對 尤其你知道嗎 小孩你給他主控 覺得完了 亂七八糟 他不會反而不會不受控耶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他覺得 所以要獨立 所以說很多錯的事 都是你錯錯就對了 譬如說 我明天早上你知道他起床的話 都是爸爸在叫他起床 因為爸爸要上班嘛 就順便叫他起床 好了 可是爸爸常常要出差啦 譬如說他去國外 那他爸爸出差的時候 我就把一個鬧鐘就叫給他說 你要叫我起床喔 不然我是沒有辦法起床的 然後他就很害怕 就 他就覺得 他真的有感染力 他整晚都睡不著 那我鬧鐘起來的時候 他就會有患患意識 因為他如果不起來的話 他不叫媽媽的話 可能他就 就吃不到一個早餐 然後後來就遲到了 我們晚了 我看了一下 應該是落差很大 沒有沒有 我覺得我看了一下 很極端 像我的女兒 她其實在課 應該這樣講 我不管他的部分 我很忙的部分 他做得很好 比方說功課啦 我不在的時候 他會乖乖寫功課 洗澡 睡覺 然後把功課 放在那個桌子上 那我下班的回去 然後他就都準備得很好 一切都OK 那只要我在 你就發現 我就很困擾 我到目前為止 沒有辦法改變他什麼 把餐盤 吃完了之後 拿到水槽裡面去 對他來講 那是非常非常 他覺得說幹嘛 你為什麼要急 不然有時候 我會看 已經吃完飯 已經兩個小時了 東西還在桌子上 我就跟他講說 為什麼你都教不會 你已經六年級了 馬上要升國中了 你到現在 還要我幫你收碗盤 然後他就說 我沒有說不要 我待會就收啦 可是他在講 這個話的同時 我已經受不了了 我就東西收一收 我就拿到後面去了 你都做好了 對啊 那你就不要再唸 不是嗎 那我到底要講多久 那我講到口乾舌頭 你還吃不做 那我就做了 那你就喝水嘛 對啊 口乾就喝水 心經病 所以變得就是 我覺得這個部分 就是他有關生活習慣的這一塊 我覺得一直是我 非常非常無力的部分 很頭痛 很矛盾 但是呢 我們是有辦法 每一個人都學一下 瑞玲姐的智慧 就在說話上面 怎麼樣讓小孩 可以變成一種動力 這邊呢 有一個測驗呢 是幫助爸爸媽媽媽來 發現說自己是不是在說法上面呢 去養成孩子 沒有辦法自動自發的 這個好習慣 好 那這邊有一個圖呢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個孩子呢 他敲門找媽媽 那請大家呢 按照你的直覺來判斷一下 你覺得說這個孩子 為什麼要敲門找媽媽呢 第一個是 他想要媽媽陪自己 一起做勞作 所以他過來問媽媽說 你快要過來了嗎 那第二個呢 是他很懊悔自己的作品 做壞掉了 然後希望媽媽呢 買新的材料 然後陪他重新做 然後再來第三個呢 是看到妹妹呢 已經在旁邊就是吃蛋糕 可是呢 他很著急自己的事情 做不到一半 然後擔心蛋糕吃不到 然後再來第四個呢 是他忘記功課還沒有寫完 然後他就過來敲門問媽媽說 我現在可以去玩遊戲嗎 直覺喔 好不好 直覺什麼狀況 來 一二三 請舉牌 一 一最多 對 我也是選一耶 我也是選一耶 對 好 邱老師幫我們來解答一下 孩子問了這個問題 然後給的錯誤示範會是什麼呢 好 如果呢 當孩子這樣問你的時候 你就說好了好了 行了行了 什麼都不用你做的話 那可能就會養成依賴型的孩子 好 那再來第二個是 第二個呢 就是說他如果是懊悔自己的作品 做壞掉了 然後希望媽媽呢 重新買材料做的話 那錯誤的示範呢 就是可能爸爸媽媽常常 就是跟他講說 你是不是這邊又做錯了 然後或者是說叫他趕快去做 那這個類型的孩子呢 他可能就會被養成說 他也會追求完美主義 對 為什麼呢 因為爸爸媽媽常常要求他 又快又好 那久而久之 那孩子還是覺得說 爸爸媽媽他對我的要求這麼高 好 所以你只是那種些微的批評呢 他都覺得你可能是 對他是全面的否定 而且如果說孩子是更為敏感的話 其實呢 比較建議爸爸媽媽 你只要肯定他 做得對的地方就好了 可能耐心要多一點啦 比如說勞作 孩子明明是要黏土捏一隻馬 結果一看 還不能講 對 是不是這樣 你這隻馬真的很特別喔 這個 似曾相識 因為我們希望孩子呢 是用一種比較正向的方式 去引起他的動機 對 自動自發呢 其實最需要的就是說 讓他對這件事情有興趣 對 所以呢 如果說我們一直著重在 要求他修正比較做不好的地方 即使說孩子已經做得很好了 可是他興趣度很低 他自然就不會想要 自動自發的去練習啊 好 來 再來第三個 好 第三個類型呢 是在場沒有人選擇的 好 就是說呢 如果說這個孩子他是因為 看到妹妹可能已經在那邊 洗完作業了 然後吃蛋糕了 可是他自己沒有辦法吃 然後趕快敲門去 媽媽說他可不可以吃 那這個類型的孩子呢 通常他是比較低自尊 比較低自信的 所以他才會覺得說 他可能永遠都吃不到 才要趕快去敲門 那所以這個類型的爸爸媽媽呢 如果比較錯誤的示範 就是他可能常常跟孩子講說 你真是的啊 怎麼這麼點事情也不會做 這樣也不行 可能常常這樣子去 指責的口氣喔 對 常常指責孩子 或者是說可能有時候過度去比較 他跟其他可能做得 比較優秀的孩子的時候 那這個類型的孩子 他久而久之 他就會對自己呢 就是這個完成度 比較沒有把握 那如果是這樣子 因為有兄弟姐妹嘛 對 那他的壓力會比較大 那可不可以就是 大家同舟共計 就是說 我跟你們講啊 以後兩個都寫好功課了 做好某件事 我們再一起吃 這樣會不會比較好呢 這個也是一個方式 那只是說這個... 快的人大概就不願意吧 對... 我已經等很久了 不要這麼慢 對... 那像這個時候呢 譬如說... 對 如果說妹妹已經做好了 那這個時候也許呢 可能媽媽可以跟妹妹 一起做一些別的事情 那也不會讓就是說比較... 已經快速完成了 他覺得說他單純在等待他 那最後你可以兩個都肯定啊 好 那再來就是第四個 就是說有的孩子呢 他單純去敲門 因為他忘記他什麼事情 都還沒有做 然後過去媽媽說 我可以去玩了嗎 那這個類型的孩子呢 也許呢 是爸爸媽媽常常跟他講說 我都說了多少次啊 我都常常一直說 你就是做不到 那這個類型的 就是小朋友呢 常常因為爸爸媽媽這樣講 然後 然後反而不會自動自發 因為呢 爸爸媽媽常常一直說 說到都煩了嘛 他自己就不用自動自發去記啊 那爸爸媽媽也會想說 我怎麼一直提醒 可是對孩子來說 有可能你反而是 一直打斷他 他也許他有 他有自己在想說 我下面可能要做什麼事情 可是媽媽就一直說 一直說一直說 指令太多了 指令一下這個一下那個這樣 而且我覺得 預告滿重要的 很多人 我們看小丸子卡通裡面 小丸子永遠寫不完寒假作業 永遠寫不完暑假作業 都知道 收假的前兩天在那邊趕 可是我的小孩子 他是放假的兩天後 他就把所有作業都寫完了 寒假作業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是因為我之前就已經跟他 預告跟他講說 我們寒假我有這樣子行程 我們這幾天要去哪裡 我們要去國外旅行 旅行的時候 我們就要盡情的玩 對不對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寫作業 我也是家裡面都這樣 也這樣預告是不是 我有預告啊 結果咧 可是我孩子好像都只寫 一半多一點 可是有那麼一天 沒有那個就是 要玩回來之後寫日記 我才可以寫 那你跟我的兒子不一樣 我兒子都是把兩三天的 兩三天之前或是之後 然後我未來的日記都寫好了 他又想像了 對啊 又想像了 我覺得那一天 我覺得那一天 應該會下雨啊 今天就騙他 然後我就說 你怎麼有辦法去想像說 你未來的日子 怎麼樣寫日記 你不是說我們沒有時間寫日記嗎 我們要先把日記先編好了 那你先編什麼 今天我們去哪個農場 我以為是 對啊 很厲害耶 很厲害 他會去網路上找這些東西 去那些的動物 所以他就會跟這些人 然後他就按照他既定的行程 就完成這樣子的事情 這是一個創造力的日記 真的啊 所以這三種小孩 怎麼可能 我有點好奇 譬如說有蠻多小孩 真的會寫到一半 然後他就會想說 那我不要 我剩下的真的最後再來寫 對 那要引導他先完成嗎 我覺得還是要像邱老師剛才講 要看個性啊 你的孩子到底能不能被 你看後面一堆媽媽團 覺得瑞琳姐好像 中大獎一樣 真的 真的 他的小孩是天使 因為我們也用爐主要的 他說每個孩子的先天的氣質 還是會有不一樣嘛 如果他是那種 半推半舊的那一型的時候 那可能他就需要預告 可是我們也遇過那種 預告太多 產生不良後果的啊 我曾經就是在臨床上面 就評估一個小二的小朋友 進來的時候媽媽拎得進來 我說媽媽 你覺得小朋友有什麼問題 被動 被動 他可以進來都要被拚著 對啊 然後我就被動 我也不能寫到診斷裡面去 哪一個媽媽就是被動啊 對啊 然後小朋友在旁邊 那小二的小男生在旁邊尖叫 沒有 哪有 等等 打死都不承認 他說我的媽媽一回去的時候 就跟我講說接下來要 幹嘛幹嘛幹嘛 不然的話就會怎樣怎樣 好像喔 好像 好適合那個媽媽 對啊 感覺語氣太像了 我每天都是在接觸這種 這一類教養型的媽媽 那我們我們的做法應該是 我們先提醒他 先打個問號 你接下來要 而不給那個 你要做什麼這一句話的肯定句嘛 對啊 所以這個還是要因孩子 因才施加 不過像剛剛聽到 這是要一個句型有沒有 你如果沒有怎麼 就怎麼怎麼 這種句型 黃醫師 好熟悉喔 常常會說一些這種 說錯的那種句型 那個指令讓小孩子 搞不清楚的狀況這樣 就要考考我們了喔 譬如說第一句 叫做吃完飯後 記得要收碗洗手 才能去玩喔 不是這種語氣 我跟顏麗 文化學一下 來示範 林鼎恆 吃完飯趕快要記得 去收碗洗手 然後才能去玩喔 聽到沒有 好害怕喔 好害怕喔 連鼻子都叫出來了 而且全民耶 好可惜喔 大家都知道 小鼻不是耶 好害怕喔 好害怕喔 憐憐帶氣 所以最後 這個問題會出在哪裡 感覺判死心一樣 對 我覺得好多指令喔 我覺得不得耶 我覺得語氣嗎 對啊 應該說 那個... 晚飯 然後說完完 你最好是這樣 你不可能啦 他現在只說錯誤的地方 在哪裡 我覺得錯誤的地方應該是 那是語氣問題 一家洪哥那種 很多媽媽就會問我們說 那樣很溫柔的講 會有效嗎 對 對不對 這就質疑點了 任儀姐 覺得問題在哪裡 我覺得問題是 太多指令 一下講那麼多 我自己都記不得了 對不對 收碗 收碗吃手去玩 這樣記不得 不用啊 為什麼要講那麼多 那不然你要怎麼講 我通常就只講一件事 譬如說吃完飯了 對不對 吃完飯我們就說 好 那我們 來 把碗拿起來吧 我們一起放到水槽 我就是講的時候 我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去做了 那你會稱呼他全民嗎 他應該有個小名比較好 比較溫柔一點嘛 對啊 對啊 講全民好恐怖 這個是有進程嗎 不叫我吃飯嗎 這個是有一個過程的演變 那瑞琳可能都是陪著小孩 一起吃飯 那有時候小孩動作慢 他可能還在吃 你剛開始會說 寶貝吃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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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收好喔 然後去寫功課 或者吃完啊幹嘛的 好 再來你發現 收好了嗎 還沒 等一下你就... 好 那你再過五分鐘就來了 白謝榮 你看 他是有... 他是有... 他不是一開始你就這樣 那一定有一個程式的變化 對 然後我覺得... 你不是一開始就... 最衝擊 而且我最機會的是什麼 我不會說他... 我不會等他說 這時候他去收 我不給他機會了 這時候我就從書房走... 好可怕 就拿走出去了 好可怕 就拿到後面去了 對 可是我後來現在想想 專家講了 我覺得我好像錯了 錯了 對 應該我就不要理了 不要理了 不要理了 就沒有說後面 我的原生家庭就是我... 我父母從小是怎麼教我們的 我們就是... 誰都有吃完誰就要收 我們趕快吃了 這個規定算是用處罰喔 對啊 最後吃完的人 就要把碗盤要收好 他們就... 我覺得這張有效耶 要趕快吃之後 對 而且你不要動怒 講這個規則 大家聽了就嚇死了 不是 這樣也不行 因為有個吃得特別慢的 他永遠都是他收耶 可是他自然會撐起來 他自然會撐起來 真的嗎 應該會 我們家小菜就這樣子 這句話錯在哪 這個錯誤呢 來 我們看一下 果然就是... 真的厲害耶 對 其實瑞琳姐剛剛講了 非常非常多的關鍵點 像剛剛那個洪哥說 如果你今天指令是說 大家誰最後吃完 誰叫收 那個吃最慢的就很倒楣 不會的 這考驗家長的智慧 你知道你的孩子 有一個吃特別慢 你故意輸他幾天會怎樣 還是說吃特別快的飯 把它弄大碗一點 這樣就平衡了 難怪你小孩會先寫日記 對啊 所以這個你在這個指令的背後 你的出發點其實是愛的 是希望他能夠做這段方法 而不是說 我就看好戲要看你吃 吃不完這樣子 那另外剛剛瑞琳姐講的很重要 就是指令不能太複雜 尤其 如果你們家養的是男孩子的話 後來男生那個聽的指令 都這個超過三個以上 他就開始有點模糊 對 然後一件事情都沒有 對 相信很多已經成年人的父親 也是一樣對不對 沒錯 對 的確 你也會稱呼照顧 林昆夫 成名也會出來 又是全名 建進士的最後終止 就是會把全名叫出來 而且你可以發現 他剛剛的指令 有一個很好的地方 他不是說收拾 收拾好大範圍喔 收拾是怎麼樣 我是要把它放到洗手台 還是我要把它 這個這個 要把它洗乾淨 還是我要把它擺整體 我到底要做到什麼程度 所以對孩子來講 收拾這個太空泛了 那這時候你第一個步驟 我先讓他去開始動作的指令點 就是把碗盤拿起來 就很簡單吧 大家都聽得懂 拿起來 拿起來之後呢 你下一個指令就可以出來 那放到廚房去 他這個動作是可以連續的 其實這是一個小小的一個 一個撇步 你只要給他第一個指令 是他聽得懂的 接下來慢慢慢慢一個指令 一個指令 所以洗手根本就不要 一開始就一定要講 反正放那邊的 順道說我手洗一洗 對 是這樣的意思 而且你看其實指令越多 有的時候小孩子只記得最後一個 對 他怎麼會忘記做比較重要的 耳朵怎麼會這樣子 不是啊對他來講 比較重要是去玩 對你來講比較重要是收碗 對啊 認識不一樣 真的欸其實剛剛開錄之前 我在跟洪哲在聊這件事情 他就講他們在中心 有時候會評估一個孩子的那個 記得這個指令的這個能力好不好 比如說他他剛剛跟我講 他說你叫小孩說 你現在先摸眼睛鼻子然後嘴巴 大部分的小孩有三四歲的 他搞不清楚他會先摸嘴巴 摸嘴巴 他只記得最後一個 聽最近的那個指令 對 也許很多我們這件事情 跟爸媽你可以回去做這個試驗 對 你就知道說原來這個是有道理的 就爸媽就搞錯 他以後就說先去玩 然後再收碗再洗碗 好高一指摸 第二個來 第二個很適合剛剛的劇情喔 不要再跟我看電視 趕快去把功課寫完 聽巧合沒什麼問題啊 其實我們這句話一天大概 講個兩三次跑不掉 因為我兒子喜歡看籃球 我會坐在那邊看籃球 那他一回來之後 他就坐在我旁邊看籃球 那我看看他再看看我 去寫功課再來看 他覺得好像同情所後 我在做這個事情 他還會希望我 滿沒說服力的 對不對 對啊 我覺得這句話 我們就經常會講 自己沒有隱身做成 像前兩天才發生啊 像我就覺得說 以後呢 我就要不要看電視嘛 去寫功課 我自己也不要坐在電視機前 你即便看新聞都不行這樣 然後 沒有 我就偷... 我就偷偷躲到房間裡面去 我就用手機看 我連聲音都沒有喔 知道嗎 後來呢 突然就有一個小腦袋兒 就穿起來說 被嚇得很厲害喔 可是那時候他就覺得說 那你要不要出來嘛 他就叫我出來 我就覺得說 我們的一些行為 也會影響孩子 他也開始浮動 他覺得你到底在裡面幹什麼 而且我覺得這句話 就是跟我這兩個字 是怪怪的 對 因為他當然就跟著... 因為我們也在看 對 因為我們也在做這件事情 如果說我在看電視 他也想看的話 那我會說 那我們就看到... 我會給他一個時間 對 我會給他一個時間 我說好吧 那我們就看到什麼什麼什麼 比如說九點的時候 我說那我們就看到九點半 或者這個劇呢 還有十分鐘就演完了 我說那十分鐘演完以後 我們就去寫功課吧 這也是一個方法 我會一樣的 對 他比較心無旁 好像有一個緩衝 對 不會這樣子 來 不好意思 所以這個大家都應該知道答案了 這個答案就是 誘惑太多了 對 你希望他自動自發 你應該把誘惑排除 這個其實不只是看電視而已 如果你發現你的孩子 有一個自己的書桌 然後他每次在書桌前面 就會發呆 開始玩捲紙啊 然後開始削鉛筆啊 橡皮擦 尤其是像洪哲他們之前就有提過 現在那個小朋友的那個籤筆盒 哇 又可以打開 又彈射 然後又怎樣 其實那個東西是最糟的 所以這些誘惑太多 當家長有智慧的時候 你就發現 他沒有辦法自動自發的原因 是因為這些誘惑 已經阻擋讓他整個分心掉 一個一個斬掉 那包括你們家的這個電視節目的時間 還有包括他的文具啊 他的環境都是一樣 好 第三個劇情 我昨天就跟你說 今天要打電話給爺爺 為什麼沒有打電話 拜託 那昨天的事情 要我記到今天 太難了吧 你都不會記嗎 對啊 你就現在跟我講就好了 對 你跟我講 我就打 不能考驗孩子的記性 對 我覺得那昨天的事情 你今天來跟他講 我不會這樣子 不會這樣子 因為他昨天跟我講的事情 我今天也忘了 對不對 好 沒有問題嘛 我覺得應該是沒有follow 對 你自己沒有follow他嘛 那可能今天發現說 爺爺打電話來了 昨天那個誰誰誰 所以你有沒有打電話給你啊 沒有耶 我昨天不是告訴你 要打電話給爺爺嗎 我覺得這個是很直接的 一個反射 這其實有兩個心境 第一個心境是 剛剛文婉講的 就是你自己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譬如說你已經答應了 然後你把這個事情 怪罪在孩子身上 第二個心境是 其實你已經看了好幾次 他沒有做 你故意在等他犯錯 對不對 因為我每次提醒你都忘記 我就看這次你會不會再忘記 果然你就忘記了 我就再唸你一遍 想說我唸個十遍二十遍一百遍 看有沒有你會記得 但其實這個出發點是 我在抓你的小辯子 事實上 當他已經每次都記不得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件事情他就記不得 你應該問的是 我們下次怎麼樣才能夠記得 比如說我們有一個 寫下來嗎 寫進去的嗎 寫進去的 到時候他會有alarm 會有鬧鐘等等的 都可以幫助他去完成這件事情 他也有成就感 那你也覺得說你幫助他解決了一個 避不得的一個事情 對 有道理 最後一個 你到底幾點才要開始寫作業咧 為什麼要問他啊 對啊 他就要問他 不用問他嗎 不用問他 就是每天的時間就是該吃完飯 反正是你們家的模式 對啊 你一定在skedger已經排好了 對skedger排好了 但是我們家是不一樣的 他一直在看電視 那比方說他時間到 就是說他已經在這個地方已經 很多時間都已經浪費了這樣 請問你到底幾點才要開始寫作業 所以你會這樣問嗎 這句話 這句話 但是因為既然是出題目的話 他一定會有問題 對啊 如果他沒有問題 他不會當作題目啊 他有問題 後來在下面也不會有一塊貼紙 對不對 他一定有問題 那問題在哪裡咧 他的問題就是 如果說 他的... 他真的給你時間的話 你要怎麼樣去回答他 你到底...比方說現在是七點 你到底幾點才要去解決 十一點 對 他萬一時間拉得這麼長的話 是不是你的問話就會有問題的 如果我們這樣子問 我們說 你是不是要八點就要去寫功格 所以要給他一個確切的時間點 對...你不能讓他去選擇 你知道嗎 因為小孩子會選擇越長越好 對啊 你要吃幾個蘋果 八個也不行 你要吃... 我這樣好像不是... 你要吃半個還是一個 對... 就是給他一個時間 對... 明確化就對了 對...要幾點 經過剛剛我們的討論之後 大家都...仿佛都開竅了 所有的錯誤通通都已經迷補了 所以這個答案大概有就呼之欲出了 每天時間都不固定 所以回到...回到剛才瑞玲姐 自己的家規 寫功課的時間 如果每一天都是固定 你根本不需要提醒這句話 如果你會提醒這句話 表示你們每一天其實並沒有規律 所以孩子會開始想說 我能拖就拖 看什麼今天什麼時候 我搞不好可以不用寫 可是如果真的不規律的情況之下 要怎麼問呢 因為我們有一些家庭 真的沒有辦法規律啊 他可能要補習啊 要晚下班啊 所以時間不固定 所以你可以每一天的時間 是比如說早上先訂好 或是回家的時候訂好 那今天因為我們每一天的 schedule都不同 所以今天你的寫作業應該是 可能maybe是八點鐘 那你就說今天我們寫作業是八點鐘 那在八點之前他要幹嘛 當然就隨便他 但是那個時間到了 他應該還是要去遵守 其實在自動自發 在這個例子裡面 還有一群家長是繞很遠 沒有打到核心 不收餐盤 女生你就會跟他講 有些人馬上真的會這樣講喔 對 你是女孩子耶 你以後要嫁人 對 對啊 什麼東西啊 你在我家裝身口喔 是你以後啊 你在我家裝身口喔 好笑喔 你以後要嫁人 你以後有公公婆婆耶 人家看到你這樣子 誰敢娶你啊 對啊 那時候我們家教不好耶 對 因為媽媽可能有被這樣子唸過 對 他後面會寫一下 這叫做關我什麼事啊 拉太遠扯太遠 沒有打到核心 所以在淡定的教養法上面的話 我們舉寫功課這件事情 有些孩子真的很被動 但是我們要提醒的是 跟他的厲害關係是有關的 譬如說第一個 你跟他講說剩下多少時間 之後我們一定熄燈睡覺 對 上次黃醫師不是有講過嗎 他的家規就是 九點或十點 一定要上床睡覺 對 不然的話 後果致富 而且要怎樣 當個手信用的媽媽 你就真的要做到啊 有時候因為我們就心軟 你知道 訂好家規以後 好啦...再給你一下子 你下次不可以再這樣嗎 怎麼... 對 你都一直被我們打算耶 我跟你講人性化耶 真的耶 而且我們名聲吉普啊 真的... 你的下次多了幾次以後 你就... 你也變成一個 不手信用的媽媽媽 第二個跟他講... 跟他提醒說 時間太少 會影響你寫字的品質 會龍飛鳳舞等等的 欸...這個都是在這個活動裡面 去做提醒喔 我們並沒有拉太遠喔 對... 好...那... 到目前為止我們也沒有定定罰則嘛 就是... 我認為是最後一步 對 但是有些孩子還是一樣免不了 必須要定出處罰這件事情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 就跟他講說 好不好的話 不關我的事 老師自然會找你 我常講這句話 對 老師自然會找你 這句話有沒有用 有用... 他真的會覺得很... 因為他們不怕媽媽啦 真的 為什麼要硬直而強 我就這樣 我覺得他不怕我 不是 你從小養他到大泥的底線 是怎麼樣 他早就比較清楚 底線在怕你幹什麼啊 對啊 所以 把這一個東西的處罰 這個東西 或者是會管控他品質的 老師的事情 是同學會取笑 你是個寫字醜的孩子等等 但是你用這種很輕鬆的方式 帶過去的時候 你真的要執行喔 你不能最後九點要睡覺的時候 你又恢復成原狀 又...又那個狐狸疑露出來 講你寫 你不寫 或者說是什麼 明天老師怎麼樣 來啦 我盯著你寫啦等等 根本不可以這樣子 要寫得住 要寫得住 但是黃先生還有一個 就是剛剛我們在聊的時候 聽到很多孩子 他可能會有 等一下 對不對 我不要 為什麼 為什麼要爸爸你自己 在那邊看籃球 為什麼 就有些這種比較會 反駁性的話術 我們應該怎麼辦 像剛才這個 我們已經討論很多 而且那個王老師 也講了很多 就是我們怎麼樣 把自己規範住 那定力規則 那孩子在這個框架下 他知道你是一個 手心有媽媽 他比較不會去問這些問題 如果我們今天跳脫 剛剛這件事情 有些媽媽就說 好 從今天我會跟瑞妮姐學 我成為一個虎媽 每天 schedule都貼在牆壁上 只要沒有完成的話 那一天就沒有飯吃 沒有晚餐 或怎麼樣 可是實際上 我們不要忘記 這些規矩的背後 還是有那個同理心要在 我講一個例子 我有一個朋友 他非常非常的 在學校的成績非常好 他是我們班上第一名 所以功課也很好 後來他就是在這種 家庭長大 他所有事情都自動自發 所有事情爸媽不用講 他都自己會做好 可是我不知道 在哪一塊的教養上 他缺乏了這個同理心 後來他談戀愛 很久以後 他談了戀愛 然後他跟他的女朋友 規定每天只有一個時間 可以打電話給他 因為其他時間他要念書 所以就那段時間 是他可以打電話 有一天這個 這麼硬 怎麼這樣講 人家那個事情 他不通話 我不覺得那個是自私 但是有一天他犯了一個錯誤 我就讓女朋友在一個 不應該再打電話的時間 打了給他 結果我這個朋友 是這麼笨 跟他說不是這個時候打 你之後再跟我講 卡就掛掉了 可以嗎 好 你今天想想看 如果你的孩子 在一個很好的一個 生活的作息下 他說每天都很自動自發 有一天他突然 break a rule 你跟他這個打破規範了 你跟他說 我們現在停止遊戲 我們要去做下一件事情 他跟你大哭 我說不要 為什麼 為什麼我的孩子 本來不會這樣 今天這樣 你應該要想一想 我要不要問一下 發生什麼事情 那個同理心要在 剛剛你玩的時候 是不是有同學 朋友欺負你 同學欺負你 所以你剛剛玩的這段時間 很不愉快 他還覺得他沒有享受 他本來來這邊玩玩很開心 結果這段時間很折磨 但是你問他一句 哇他整個心都釋放了 你下一次下的事情 就可以繼續做了 所以規矩是死的 但是人是活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 反而是定規矩之後 接下來要更努力的一個方向 有時候他會講說不要 我累了 我今天不想洗澡 不要我覺得今天數學 可不可以先不要寫 不要我可不可以今天 那個小日記先不要寫 那這樣怎麼辦 所以我剛剛提到就是說 他們十天裡面有九天都OK 只有那天跟你說不要 其實你可以花一點時間去問他 了解一下 對 了解一下 我小孩也跟我講過 他說我今天又沒有出門 好冷喔 我可不可以不要洗澡 我說好啊 不要洗啊 洗屁股洗腳就好了 就洗屁股洗腳就好了 你知道我會這樣 我就是給他一個選項 就是說 我通常會回答他說好 可以啊 反正你也不髒嘛 對不對 那我們還是要洗個屁股洗腳 那就OK 對 就OK 那他太滿意 他覺得我們這個協商 他也獲得一點 我也有獲得一點 不過那個是 那個是 那個孩子本身是 沒有常常說不要 我們才給予的彈性 可是有些孩子就是那種 有十次說十一次不要 常常不要不要 這不要不要 等等那種 這時候我就會叫爸媽 一個做法 我也不要 我今天工作好累 我不想煮飯 我也不要幫你洗衣服了 等等的 這個東西對那種 常常不要的孩子 有時候讓他們 自食惡果這個東西 是需要的 自食惡果 對 讓他同理 非常手段 讓他同理說 不是你說累 或者說想要輕鬆的時候 你該做的事情就可以不要 對 那我不覺得這個是胡媽的做法 我覺得這個是某些程度上 讓孩子來同理 我們也會很累啊 對 我們也會工作很多啊 等等啊 但是我還是會去做這些 我Routine該做的 那樣的一個事情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 因孩子的個性 其實我有一些 那個朋友就問我說 他的孩子常常跟他說不要 他很煩 我跟他說你發揮一點智慧 有一天他跟你說 什麼事情不要 有時候他根本是衝動說出不要 他就是你講什麼他都說 然後你哪一天抓住他小便 他說不要 你就答應他好 結果那件事情 他會發現 你要不要慢慢去 對 比如說 這樣子喔 要賭這個嗎 萬一他說好 那是傻的 然後他以後來過一陣子 他答應說真的有效耶 因為後來他每次要說不要 等一下 先想一下 到底是他真的不要 還有假的不要 當然還有一個問話的規定 就是你如果覺得這件事情 根本沒有討論空間 你幹嘛問他好不好 要不要 對啊 對 你說走吧 我們現在要出門了 你不要說你要不要出門 不要 那就是肯定去 對 根本就是 不用讓他有選項 那為什麼咧 如果孩子在說 為什麼很多父母說 鬧那麼多為什麼 一直問為什麼 為什麼你可以玩 對 為什麼你可以玩手機 我不行 如果這個是 就是原本就已經規定好的事情 他只是今天心情不好 想要再試看看 你根本不用 因為那個事情是每天都在發生 你說這不用問 但如果是新的規定 比如說這個有新的韓劇上了 所以你看電視時間變多了 所以真的變成有新的事件出來了 那你就要好好想一想 你要怎麼回答他了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跟他互相討論 因為媽媽真的屌了 被這個韓劇 受不了了對不對 殘住了 對 殘住了 那這樣好了 在這個韓劇在上演的 這段期間呢 我們這個 你可以陪我看 那等到看完之後 我們再一起去下一個行為 真的會不會回不去 你在定家規的時候 我都講 定家規的時候 要發揮我們的智慧 家規要定 全家人都可以遵守的 你怎麼樣定一個說 只有他要遵守你不用了 那就完了 那這個事情就 這通常你要用韓劇舉例 我就覺得很難 做完這一步 馬上進去又下一步 對啊 睡不完的 永遠都有啊 永遠都有啊 很恐怖啊 王醫生 我跟你講 你這個真的要好好教媽媽們 該怎麼去見招拆招 像我 我算是有理由的人 我都已經有點難以招架啊 像我的理由是什麼 因為我工作官 我都跟我的女兒說 我真的不得已啊 我要做功課啊 你跟我一樣 因為這件 我說我看電視 我也很不想看 你知道我 那人家問我 我真的潛逾學發生什麼事 我都不曉得 我多辛苦 那我不安逸回去就可以休息 可是你看我不能休息 前兩天他大概一兩年前 上廁所 媽媽你還在幹啊 還在做功課啊 對 他就說你還在幹啊 我就說 那你就知道我多辛苦 真的啊 你女兒會相信才怪 我們都有理由的人 都已經講到 已經沒得講了 快要拆不了招的時候 邊看韓劇 邊拿個筆記本在那邊 還有臉 還有臉嗎 這也表示是真的 人家講真的很多媽媽 到時候造作 但是回過頭來講 王老師 真的要教大家 如果說我們需要教育小孩子 他不管是作息規矩 還是寫功課 他的那個tempo性安排性 這個我們到底要怎麼教 OK 不能自動自發的話 我們舉幾個例子嘛 像我覺得有時候 要讓孩子第一個 要自食惡果一下 譬如說 在整理房間這件事情 他不整理房間 為什麼我說可以放手 因為他不整理幾天 幾個禮拜之後 他要的東西 他就會找不到 這個東西叫做自食惡果 這個東西就可以這樣子做 那第二個的話 目標有些孩子 不能自動自發 是因為目標要調整 目標太嚴了 我們舉吃飯這件事情 我有時候去中午的時候 去走訪一下幼稚園 去參觀一下 那我們可能都只把孩子 送到幼稚園 我們也不知道在裡面 在教什麼啦 中午時間他們在用餐的時間 有一次我進去看 孩子在吃飯的過程 結果我發現那個 大概中小班的孩子進去 他的飯大概只有這樣 手掌這樣一坨 一定想不到 這麼少 對 一定想不到這個 那很多媽媽就很驚訝 說什麼呢 怎麼吃得飽啊 或者說我在家裡面 都是怎樣 那一大碗工的 或者說什麼 我想辦法都把它餵完 或者說是什麼的 我常常在想 這一群三四歲的孩子 在吃飯這件事情 遇到的難題 就是因為目標太遙遠 一看到就躲躺 太大碗了 對 我幹嘛吃啊 好痛苦喔 每一次都好像是 小貓小狗這樣 一直被狂餵那種感覺 幼稚園老師做的 就非常非常好 他讓他有 吃完經驗 對 吃完經驗 我們常常在講說 吃飯的時候要快樂對不對 對 那不吃完怎麼快樂啊 不吃完一定是挨你一頓罵 對 那挨你一頓罵以後 下一餐又來了 同樣的那個情境又回來了 每天三餐你看 要被罵多少次 在吃飯這件事情上面 對 所以目標上面 如果是沒有調整的話 孩子的自動自發這件事情 絕對不會上來 我可以提供一個 我小時候帶他去那個麥當勞 兒童遊戲區的時候 每次都有媽媽過來問我說 為什麼他可以 乖乖的在那個位置上 吃完才去玩啊 我說很簡單喔 因為如果說他不在位置上 把東西吃完的話 他下去玩 他下去玩 我說可以啊 下去玩 等到他回來的時候 東西已經被我吃掉了 他再也吃不到了 你是故意的嗎 對 然後他知道 所以這錢你喜歡吃的人 對 他自食惡果 對 他有這個經驗之後 自食惡果的經驗之後 他就知道 我一定要把我的生吃完 吃完以後 我才能夠去玩 我才能夠安心地去玩 對 像某的話 他回來他就說 我的東西怎麼吃完了 你不是去玩我吃掉了 那媽媽再幫我買一份 我就喔 對 就去玩了 對 這是最多事情會做的 這個就沒辦法 對 再下一個就是過程要陪伴 階段式的讚美孩子 我們舉收玩具這件事情 我的老大 常常在收玩具的時候 我們提醒他收玩具的時候 他們第一句話通常說 爸爸你可不可以陪我收 對 通常都是這樣子 因為那件事很無聊 你要有體認 你要有同理師 那件事情很無聊 又不是叫他倒出來玩 一下子就出來 要收玩具這件事情 那很無聊 可能要花非常非常多的時間 孩子如果自動自發 去開始做收這件事情之後 這時候應該要進去陪伴 陪他收 那有一次我就陪 陪我老大收 結果有一次老二 弟弟把東西灑到處都是 那弟弟才一歲多 要他收 下這個指令 好像也怪怪的 對不對 一歲多耶 對啊 一歲多啊 那我們就請哥哥 你可不可以幫 你可不可以幫弟弟收 對啊 那又不是我玩的 對 你剛剛說這樣嘛 對 很正常 這時候就是 馬上把你的經驗提出來 上次爸爸也不是我玩的 但是我有陪你收 等等的 聽一聽摸摸鼻子 去剪個幾個這樣子進去 養成那種自動自發的習慣 如果這個時候他好 他剪了幾個弟弟的玩具收了 你會誇獎他嗎 當然會誇獎 因為這本來就不是他丟的 對不對 而且他做的 他不是該他分內的事情 你如果要刺激他下次 要把他完整的全部 都把他收起來的時候 你這次本來就應該要誇獎 本來就應該要誇獎 那第四個就是適當的提醒 有的時候因為孩子還沒有成熟 我們本來就應該要適當的提醒 可是適當千萬不要過量 就是我們剛才有講的 一天到晚在那邊提醒提醒 養出耳背的孩子 對啊 適當的提醒 然後刺激孩子的內在動機 想要去做這件事情 如果他的內在動機是沒有的話 那就沒有興趣 那不會自動自發 好 所以這幾個方向是很好的建議 那邱老師 有沒有那個培養孩子自動自發 可以輔助的一些什麼小工具之類的 好 那這邊就跟大家分享 三個小工具 那第一個呢 就是善用 繪本 第二個拖鞋很極端耶 拖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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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冷了 講了半天 好 第一個 第一個呢 是善用繪本 因為其實呢 很多的那個在繪本故事裡面 他都有教會孩子 養成一些生活的好習慣 譬如說像刷牙啦 或者是睡覺啊 吃飯這些 其實都有很多的繪本故事 讓小朋友想要自動自發去做 那第二個呢 是大家剛剛其實都有提出來 可以去試著去做的 就是生活計畫 對 那像剛剛瑞玲姐有提到 也就是說孩子呢 其實在訂定生活計畫之前呢 其實有跟他互相的去約定一下 那孩子呢 就是說 他可以再適時的去提出來說 可是這個時間我想要做什麼 你也可以適度的去聽說 孩子這個時間 原來他有他自己的規劃 他自己的想法 那再來第三個呢 就是從家室做起 因為他可以孩子學習 怎麼準備 怎麼分享 然後怎麼一起收拾 而且在那個時間裡面 如果爸爸可以做好示範的話 等於說媽媽就有一個 現場的教材 可以去提醒孩子說 我們就是這樣子過生活的 要跟爸爸一起學習嗎 爸爸還是一起學習一下 講你啦 要是笑我 你在指黃醫師是不是 沒有 就推嘛 全家一起來努力啦 對 老師要培養自動自發的小孩 我想很多父母 要先從自己改變開始做起 祝大家成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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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